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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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记得财云行音 我们就跟财云姐一起来逛逛 所谓香港这个时尚之都 是的 所以其实你觉得你对于眼光目光 怎么能去投机任何不管是品牌也好 服装时尚也好 就像是我们这一趟香港之旅 也谈成了很多的企划案 那对于眼光投机这个东西 你一向的准则是什么 那如果说到企业的投资 不是投机对吧 那企业的投资呢 我当然是会以满星云的整个 主要的这个主体为出发点 那么我们都知道满星云的主体就是互联网嘛 然后我们也知道 现在就是我们整个国内都在谈着的是互联网加 所以到底我们所做的事情 它是否在我们的互联网 互联网加是达到加分的作用的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 满星云是一个综合体企业 也就是说我们是整合了互联网加互联网 再加资本运作这样子的一种模式 所以所有的投资或者所有的项目的投资呢 都会专注在于它到底是不是倒退了 很多人就看很多人就讲说我们做这个实体啊 就以为讲哇竟然有人这样子走过 这就是一个很live很现场性的拍摄 就讲说如果我们再讲我们投资一些实体 一些电 那么很多人就讲 这样我们会不会是倒退了 就作为一些传统的企业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时代的尖端 我们所做的就是互联网电子商务等等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虽然是在做这一些实体 但是这些实体呢 它是能够为我们互联网跟电子商务加分 或者是把互联网或者电子商务的元素加进去的 它能够使整个企业更加的快速无限大的这样子的 所以同样呢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名牌大道 OK 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国际大品牌 是 这么多年了 可是他们还是需要有实体的店面 是的 因为这是一个品牌的为之 所以这一趟香港之旅啊 有没有给你找到一些灵感 比如说可能就有一个好消息 谈起来可能像美容这方面的一个合作 就在上几集我们已经谈过了 那有什么项目是这一次的香港 让你激发了一些灵感 你觉得说关于投资不管是品牌还是项目 这一次在香港呢 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之前 一直在寻找着对接的这个区块链的技术 以及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发觉到就是他们都很快 然后很年轻 都是一群很年轻 并且呢 在整个世界国际上来讲呢 有一定的分量跟他们的企业都被认可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进步得很快 然后呢也能够在这一方面呢 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很大的加分 是 所以可能在这边顺道一提的是 很多的家人朋友们呢 在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有家人们的微信平台 他们其实也提供了很多 他们觉得适合满星云的机会 像比如说看到有木材工业啦 有家具工业啦 有家具工业啦 甚至是一些国内的绿化工业 那其实财云姐对于这样子的意见 陆续的发送进来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属于正面的吗 正面呢 我觉得很好就是 因为我们大家已经是一家人了嘛 那如果说他投入在满星云 然后他现在目前自己的实体业 面对一些经济的危机 需要有一些资金的注入 或者是说他觉得他对于他现在所做的这一块 有非常大的发展潜能 那希望满星云能够在这一块发展 那我觉得我都会以开放的态度 来去看这些项目的 所以在彩云星亿的这个微信里面 就有一些家人他们发进来了一些 想提议的一些他们的家族生意 都想嫁接进来 或者是说之前呢 我也有一些家人就提议了那个 在添水的那个寄组的那个 天水寄组的那个项目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 这些项目呢 我们都会陆续的去了解 然后呢 都会给大家发信息的 那如果 对 如果说想要在这一方面 提供这一方面的资讯给公司 或者你心目中有一些 想要跟公司对接的一些项目 那如果是属于产品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对接到雨天树商城 那如果是一些项目 或者是需要投资的一些 实体的一些项目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把它 发这个邮件到我们的这个邮箱 是我想说陈云姐 这样一说呢 很多邮件就这样发生 所以要不要具体的跟大家说一下 你其实觉得满星云 有没有说比较适合怎么样的对接项目 还是说大家把那个项目的这个计划书 给发现的时候呢 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我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原则 就是我肯定就会先 优先考虑我们自己人 什么叫自己人 就是我们满星云的家人啦 对 积极的伙伴啦 发展的很好的啦 态度 全心全意 对 然后全心全意的态度都在满星云 那这当然的 我首先会优先这些家人 那么但是我想说就是 我们目前已经外向企业化 所以在我们满星云的这一个架构里面 就是整个内部的架构里面呢 我们有一群的资深经验的一个团队 他们会去考核这些项目 那所有的提议进来的项目呢 他们都会去考核 所以呢 不是我口头上要不要答应的意思 就是说 会把这些项目呢 交给这一班的这一个专家们 那他们来去考核 去考核 对 去考核 到底我们要不要进一步的去商讨这个事情 所以晨云姐 这一集 你这么多年的这个经商的这个经验 那很多的家人可能他们也会发送信息进来 分享说 我可能现在为之的是一个家族传统的行业 可能这个行业呢 会被现代给慢慢的淘汰 但是晨云姐在这么多街边 一直都用这个词叫做通路 那你怎么看说 可能一些可能容易被传统淘汰的 传统行业 再加上通路的这个优势 你又怎么看这两个东西呢 它其实呢 所有的行业 它之所以被淘汰 就是因为它的运作模式 那并不是那一个板块被淘汰 所以呢 如果只要是你愿意有新的一种思维 然后你愿意就是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或者是说你愿意就是配合一些别人的一点意见 那它绝对就是可能就是可以扭转的一种情形的 然后但是更加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们到底是倒退了还是我们往前的 那如果你现在手上的这一个项目 或者你手上的这一个 这一个产品 是你没办法往前的 就是我们投资下去 我们去做的话 它就是令到我们的企业会倒退的那种感觉 我们是不会做 那另外就是讲说 有几个主体 比如说我们 我们主体是雨天树商城嘛 那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整个商城 整个商城的通路啦 商城的技术啦 商城的一些对接的产品啦 商家等等 属于或者是物流啊 金流 那这一块呢 是我们 我们企业专注去投资的 就是会在今年 特别的去打造好这个雨天树商城 那你就不要来跟我讲说 你要开一个商城 对吧 那就变成跟公司是一样的 就相冲突 对 然后会让到我们的会员 就有一种混淆的一种感觉 那我们就不会啦 但是 如果你的一些元素 或者你的一些技术 能够把它架接进来 然后你非常的有把握 能够使到雨天树商城 能够发展的更好 或者是 开发的更加好的 那我们就会以开放的心态 来去对接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 到底你的体育 是会成为了公司的竞争者 还是你的提议呢 是希望跟公司融合一体 一起来去发展 这都非常重要 没错 刚才晨远姐一直说 新的模式 还是有一些家人 他可能在最近 因为有太多的好消息 有太多的这些消息 给对冲的时候呢 他们反正现在还在问一个问题 就讲说 究竟满群我们是在用 怎么样的一个模式 在打市场 所以晨远姐如果这一集 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的话呢 有没有 跟他们简单的揽述一下 满群云我们现在 在用这个怎么样的新模式 你看我们满群云 是一个互联网 互联网再加资本运作的一个市场 那到底谁去做这个 互联网跟互联网 这个资本运作 由公司的整体系来去做 那么 那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为这一间公司来 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个通路 那通路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的会员数 我们的这个大数据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的会员加入的满群云 他能够做的就是 他去为我们一起来打造这个大数据 你的工作其实就是打造大数据 然后公司呢 借用我们已经打造的这个大数据呢 来去价格在许多的产品 或者一些通路上 使到这个大数据呢 变成更加的有价值 那尤其是我们说 现在我们是在做互联网嘛 那互联网啊 这个社交媒体 就是这个电子商务等等呢 他非常的好 他使到整个世界进步了 可是他也是侵犯了一些影视 对吧 因为你能够随意的 然后就发放一些的消息 或者是说他没有被控制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发觉到 我们价格了这一个区块链的这个技术 所以他就使到你的这个 在我们的这一个企业里面的财富 更加的有保障 所以呢 在满幸运的家人们 你就只要专心的去把这个大数据创造了 因为这大数据将会成为你的财富 而你的财富呢 将会通过我们的这一个高科技的这个技术 以及我们的自己拥有的这个数字货币 以及区块链呢 来去为你保障你的这个财富的 没错 其实世界之后呢 都会迈向一个大数据的年代 可是在大数据的情况之下呢 就有很多讯息的传达 所以财源节怎么看 因为有一些家人也在想说 诶 我的领导没有把这个正确的讯息来到我这儿 或者是一些的 从公司下去的公告文告 或者甚至是一些财务 没有办法去到数据的尾端 那这个东西他们要怎么投诉啊 或者是求不无门 其实呢 这个问题是在所有的企业行业里面都会有的 那是在乎于你到底有多 就是你对接或者是你有多投入 另外呢就是你有多接触 你就是参加成为会员的之后呢 你有没有更加的接近公司 你跟公司哪一方面做连结 这很重要 那其实刚才你所讲的这个问题 你都可以登陆进去我们的会员账号 然后在那边就可以询问了 是是是 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给了大家一个大的方向了 那当然如果你对于这个项目的合作 或者想要跟我们买新更进一步的合作的话呢 就把你的计划书呢 发送到以下的这个电邮网址 最后鼓励一下大家 在这个大数据年代 除了这几节我们不断的教大家 在朋友圈啦 然后穿上买新的品牌 来打造自己成为满新的代言人之外呢 在未来的这个趋势可以怎么做 才可以把这个满新的继续的往前卖进 是的 所以呢我相信许多的家人都非常关注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这个怎么样做才能够你 让你配合这个公司跟公司一起成长 然后让你的大数据变成财富 我觉得这就是要你多多的跟满新一一起前进了 一起同步前进 那你就会在这一方面呢 获得更多的资讯 是 那彩云姐只会带更多的好消息 然后跟大家一起实现成功 那当然更多的消息 也是要继续留守着我们的彩云心意啦 好那我们继续去逛这个时尚之都 好好的去误试一下有什么品牌 可以提升大家的品味 是 然后讲起这一个我们说这些悠久的一些品牌 其实很多人就是有不同的想法 有的人就觉得这是奢侈品对吧 它的确就是奢侈品 就是你有没有需要 你不是一定要拥有的 你知道 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呢每一个能够百年的流传百年的品牌 流传百年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都值得我们去放心机去了解 到底是什么元素使到它能够屹立不倒 到底是什么元素使到它能够经营百年 是 那它到底带一些怎么样的一种精神 你发觉到所有的品牌它可以有悠久的历史 它里面都有精神跟文化 对 那我相信我们满星云 我们Mont Space 它绝对是一个可以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品牌 因为Mont Space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然后许许多的挫折 困难 跨越难题等等 这一切的一切呢 这样子的一直流传下来的话 它就会成为一个历史上流传的一个品牌了 是 所以不要怕 只要信 继续的就是在满星里面就是创造 不管是财富也好 成功也好 嗯 跟着陈余姐的脚步一定会向前大迈进的 是的 那我们先往这个时尚之都大迈进 去购物了 好的 走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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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